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是一部合作影片 今天跟各位介紹一款Steam的遊戲 戰役 Conqueror's Blade 由Booming Games開發 同公司於2020年4月6號發行 看到這遼闊的場景 優秀的畫面沒有 有沒有覺得這開頭好像在以前的影片看過啦? 嘿啦,沒錯 戰役這支遊戲的合作影片 來第二支啦 讓我們感謝乾爹給機會 讓我有機會介紹一下這次的改版 我也用了神乎奇蹟的手法 混了前面的30秒鐘 戰役於3月18號的時候 釋出了一個重大的改版 同時也來到了第六賽季 瓦爾哈拉、芬里爾的獻祭 這次大改版的核心內容 就是我超喜歡的主題之一 維京 最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各家遊戲場一直做北歐神話的主題 像是前陣子很喜歡的瓦爾海姆 建造類型遊戲 以及更前一陣子玩的 維京紀元、開放世界、角色扮演遊戲都是 但是我也不只一次提到影集 維京傳奇 我不知道大家有去看了嗎? 我相信有些朋友還不知道 戰役是一款什麼樣的遊戲 這邊就簡單的介紹一下 戰役是一款結合動作、戰術、PVP的 線上多人遊戲 核心玩法在遊戲中 你要同時操控你的武將以及兵團 去攻城掠地或是防守城鎮 有時候也在外面打打野戰 那武將擁有非常多種不同的武器 像是劍盾、刀盾、長弓、短弓、火槍、雙刀 也有太刀、戰矛、戰斧、戰鎚和關刀 每一把武器也不但風格迥異、技能繁多 每次能帶上戰場的技能也有所限制 所以每個人光武將玩出來的搭配 就有很大的不同吧 當然也會有一些特別好用的核心技能 那是跑不掉的 也當然會有一些武器的主流玩法 這也是肯定的 但是這些武器當然玩起來也會有不同的流派 甚至也可以讓你玩出自己的搭配方法 但是武將雖然是武將 終究也是一個人 每個武將可以依照統御帶領各個兵團 像是統御CP值超高 便宜又好用的清徐槍團 或是骁勇善戰的七家軍 呵! 都是很有用的兵團 每個兵團適用的地點跟戰術都不同 每次上戰場的時候 除了要佔領軍事要點來決定遊戲勝負 有時候也可以佔領補給點 讓你的小兵們可以在上面回血 武將也可以在這些補給點 切換現在所操控的兵團 讓你的兵團更符合等等會戰需要的兵種 或是讓你的隊友軍團有一定程度上的搭配 例如說盾兵贊助重要的道路 像是樓梯之類的 裡面就可以放一些長矛兵 輕渠槍團之類的結合陣手 總之 戰役就是一款結合控兵 戰術和武將手腳技術的遊戲 如果對這款遊戲有興趣的人 可以點右上角資訊卡看上一支影片 有更詳細一點的遊戲介紹 好啦 這次全新的賽季更動了什麼東西呢? 先講比較令人興奮的 這次多了一個符文系統 如果要提到維京人 要講到北歐神話 蠻常會出現符文這個要素 這個符文其實是盧恩字母 英文是Rooms 這個在Diablo 2也有看到過 相傳當奧丁被倒吊在世界之書上面九天九夜 後來才取得了盧恩文字上面的智慧 只要把這些符文雕刻在任何材料上面 就可以獲得符文代表的力量 這些文字是真實存在過的 只是漸漸的被其他文字取代 盧恩字母有分幾種不同的語系 但是戰役裡面的符文 不知道畫的是比較創意 還是考究了更多的歷史 就... 這不是平常其他遊戲中常看到的盧恩字母 可是因為盧恩字母 是真的有好幾種不同的語系 所以究竟是怎麼樣 也不是很好查得到 But 符文的概念還是類似的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裝備上面的附魔 武器、盔甲和頭盔 都可以放三個符文 在解完一些簡單的任務之後 就可以開啟這個功能 對著裝備按下右鍵之後 可以開啟符文介面 上面有個能量點限制六點 這個表示符文最多只能消耗六點能量 不能多裝 例如說有個綠色符文 夜夢加德的靈片 加250點血量 藍色符文 冰霜巨人的殘骨 是加600點血量 那綠色符文會消耗一點能量 藍色符文會消耗兩點 那由於還有紫色符文和橘色符文 各式消耗三點和四點 在一件裝備能量點限制六點 且一個裝備可以相牽三個符文的前提下 勢必藍色、綠色符文 都是有他們的重要性在 順帶一提 夜夢加德就是那隻世界之蛇 在戰神中有出現過 洛基跟女巨人安爾伯達 因好生啊 惡兒子 很出名的一個傢伙 最後在出神黃昏的時候 跟雷神索爾對線 嘿 兩個人都去了 那符文除了品質分為綠色、藍色、紫色和橘色四種以外 也有分部位 分別是武器、頭盔、胸甲三種 而武器又細分為各種武器 每一把武器都有自己專屬的符文 可以用來改動你的一些技能特別效果 舉例來說 頭盔有的符文是 胡器聲的治癒 可以提高包紮的治療量10% 三隻預言可以讓包紮的冷卻時間降低20% 讓你可以更頻繁的回血 頂級的、謬林的變異 則是可以讓你邊走邊跑邊包紮 但是移動速度剩下平常的25% 上述三個分別是消耗2點、3點、4點能量 而且都在頭盔 當然頭盔也有像是弗雷奇的暴死或是嗜血 一個是擊殺10個小兵 10秒內提高傷害10% 另外一個是擊殺武將後 10秒內提高傷害10% 這就真的很看你的遊戲風格和武器去做武將的搭配 而且每把武器都有自己專屬的符文 藍色、紫色和橘色各一走 我就直說了 玩的不是很深 是個刀盾玩家 藍色的符文就很好用 在捲艙籃亂砍的期間 不受到控制技能的影響 不過紫色的無味英靈迴響 是把你的保命技能定降傷改掉 讓你的防護值提升效果降低50% 但是友軍5秒內降傷10% 呵呵 我自己是沒有到很喜歡 而橘色的深淵戰吼 則是擊殺或是助攻武將之後 10秒內附近友軍的傷害提高10% 降傷10% 這個感覺就很不錯 那這些符文要怎麼取得呢? 其實很簡單 就一直打就好了 在賽季期間內 武將提高的等級會換算成賽季等級 賽季等級2級、5級、8級 都可以拿到一組不同的符文 不用抽 例如說2級的時候會拿到 獲得了永夜試煉這一組 到5級的時候會拿到 巴爾德光明試煉這一組 就一定都拿得到 而且不用太久 不過話雖如此啊 身為一個刀盾玩家 人家關到5級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武器專屬的紫色符文 刀盾居然要等到40級的時候 才可以拿到紫符文 好像有點哀傷 然後居然是40級的時候 同時拿到紫色和橘色符文 很特別的設計 另外要特別注意的是 這一個符文系統 只有在瓦爾哈拉這一個賽季有效 不是很確定這個系統 未來會不會在 但是這些符文會取消 我覺得可能是想要新增一個系統 讓大家在配裝和戰術上更有變化性 不過整體在運行的時候 還是先試試看水溫 等大家對系統的反饋 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 也強化了武將在操作的變化性 未來可以期待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這一季的新兵種 三個都有冠芬里爾的名字 只要完成賽季挑戰就可以取得 第一個是三星的兵種 芬里爾狼群戰士 前面有提到 洛基二兒子耶夢加德 那芬里爾是大兒子 一定有超多遊戲都聽過這個名字 他是一隻巨狼 最終眾神之父奧丁 就是被他咬死的 芬里爾也有兩個孩子 不過跟遊戲沒關係就不聊了 在遊戲中 也可以看到他們頭上戴著狼皮 捲服著身軀 目前比較常見的暱稱是 跳跳兵或是Husky 兵團特色是靈巧和身輕如燕 對遠程傷害有很高的抗性 同時又有更快的移動速度 但是因為是未經訓練的戰士 所以無法形成有序的陣型 最大的特色是技能狼之跳躍 在高速狀態下碰觸到敵人 會跳躍跨過目標 狩獵時刻可以在一定時間內 大幅度的提高傷害 並且擊殺目標之後 可以減少下一個技能 攻腰狼型的冷卻 那攻腰狼型是在施展之後的 一定時間內 可以保持高速的移動 並且提高遠程傷害的抗性 那這隻角色目前處於一個 比較微妙的狀況 可能是因為一些戰術 還沒有被開發出來 披著狼皮的狼群戰士 被戲稱成Husky 主要原因是 雖然可以跳進敵陣中 但是血量實在太少了 跳進去之後 出來的機會很少 一下子就融化了 邏輯上應該是開攻腰和狼跳 衝進敵陣 但是實際上好像不是很容易達成 這個比較像是特化兵種 可是使用起來 和應用範圍比較狹隘 要從正面打不太實際 要繞路打 那帶其他兵好像也沒有不行 那我個人是覺得 有點定位上明顯 但是使用上尷尬 第二和第三 4星和5星的兵團 目前還沒有開放 我就稍微介紹一下 4星的微精狂戰團 一團兵力只有8隻 但是生命值超過14000 應該是目前全遊戲最高 狂戰在攻擊或是受到傷害 都會累積怒氣 每次發起攻擊 都會在4.5秒內獲得 提高20點切割傷害 和5%減傷的戰役昂揚BUFF 這個效果可以堆疊10次 而且10次之後 還會周期性的回血 蠻力衝撞會持斧頭 向目標衝撞 而且減少受到衝鋒類技能的傷害 旋風劈砍 則是消耗少量的怒氣 對周圍進行範圍攻擊 這兩個技能 都會額外獲得4成的戰役昂揚 最後一招狂暴怒火 則是施展之後 立刻回血 4500點生命 同時增加50%的造成傷害 和受到傷害 但是在這5秒內 無法控制這個兵團 血多、兵少 又可以回血減傷 感覺應該是個蠻需要控制的兵團 最後一個 希格陸溫衛隊 這個應該是隱級 微精傳奇的盾女 這是一個可以用槍盾 或是劍盾的軍團 全部都有女性 槍比較偏防守 而劍者比較偏進攻 有兩套對應的技能 不過不管在哪個型態 本體就有減免傷害的特色 持槍結陣的時候 被技兵衝撞傷害也會降低 在切換武器的時候 依然可以保有陣型 同時還有防火護甲 那除了符文 新兵團這兩個很大的性要素以外 還多了一張限時地圖 黑輪俠腕 整張地圖看起來很有圍巾的感覺 看了挺舒服的 進攻方還可以呼叫援兵 來協助進攻 地圖感覺比較小 打起來節奏蠻快的 只是要排比較久 其餘的平衡性調整也 非常多 武將的武器絕大部分都有調整 像是刀盾的定江山 現在在減傷時間過後 會有一個易傷的debuff 持續4秒 就刀盾被砍了一刀 官方網站有非常詳盡的修正列表 同時還有講說 官方是怎麼想的 為什麼會想要這樣子改 這個雖然也不是第一個 但是不算太多廠商有這樣做 然後兵團的部分也有做許多調整 步兵算是出頭天 既兵衝鋒的範圍變窄 碰撞範圍和傷害也變小 就一代改版一代神 但是因為改動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在下方資訊欄會附上改版資訊的連結 那如果你是老玩家 趁著賽季剛開 可以回鍋玩一下 如果是完全沒有玩過的新手 也可以看一下上一部的介紹影片資訊 那雖然說這樣對廠商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還是提醒一下 我覺得遊戲真的不錯 內容很多很厚實 改版賽季也都趁得上是用心 就算不用花大錢 買買月卡也是玩的滿爽的 但是一來要花時間 二來系統真的很龐大 我覺得不是那種一玩下去 馬上會有爽感的遊戲 它會需要一段的預熱期 有點倒吃甘蔗的感覺 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下方資訊欄點連結下載遊戲 那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 掰掰 拜拜